一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大地飞歌晚会已进入倒计时 8月26日记者探班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大地飞歌2018晚会制作班碟获喜 今年继续传承民歌经典 在音乐编制上融入环球 创新元素为观众呈现 唱向新时代民歌融芳华的主题 目前晚会音乐制作 舞蹈编排等工作已基本完成 将于9月12日 13日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向观众完美呈现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据介绍 今年是大地飞歌晚会举办第20个年头 一路走来特畏广大群众 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民歌 今年将用一种崭新的姿态 来展现他20岁的芳华 不名思义 芳华也就说明了 它是我们20年以来经典的民歌作品 包括歌唱祖国的 歌唱美丽南宁的一些歌曲 还有一代一路 以及中国与东盟友谊的一些歌曲 大地飞歌2018晚会音乐制作统筹 邓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在音乐的编排上 怀旧家创新是今年晚会的主旋律 有中外艺术家同台建议的表现方式 也有戏曲和民歌的融合碰撞 我们会有各种音乐表达方式的碰撞 邓鹏说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除了中外经典民歌外 今年大地飞歌晚会 更注重广西本土民歌的演绎 其中包括一些广西优秀原创作品 比如有瑶族的秀嫁衣 经典民歌撞相美当 邓鹏还透露 全广西传厂的广西倪的眼 将会作为这一届大地飞歌晚会的 续开场演绎 记者现场试听了一小段 经过改编的广西倪的眼 融入了同声 又是另一种味道 非常值得期待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邓鹏表示 今年大地飞歌晚会音乐编制 专门邀请国内著名歌唱家 音乐家加盟 演奏阵容也十分强大 不乏外国艺术家 及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表演艺术家 艺术大咖 将同台为观众呈现新改编的经典民歌 比如说弦乐四重奏 国内著名的首风琴演奏家 为音乐的呈现助力 以及少数民族的马头琴 呼麦等 这些都会在我们这台民歌节晚会中去体现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今年名歌节晚会还将首次走进广西设施最先进的艺术殿堂 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 设备音乐编算 制作也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历年的大地飞歌比较多的在室外和体育场馆 今年把场馆选择再新建起来 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里面 更加注重的是音乐的欣赏性 清觉感 他要求音乐的表达情感更加细腻 邓鹏说 因此 今年大地飞歌晚会的另一大亮点就是 大量启用合唱团来突出经典名额元素 包括本土最为活跃的乐人合唱团 也将通过多声部层次丰富的合唱 满足观众对室内剧场的高欣赏要求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今年我们有很多的节目是主打合唱的 包括方艺合唱可爱的南宁 与绿水青山都是歌 这两首曲子都是历年来歌颂南宁最好的歌曲 有童声 有和唱还 当然还有这首歌大家最熟知的歌唱家李思雨 汤雨龙两位歌手 大地飞歌 2018晚会音乐制作人曾令荣介绍说 往年大地飞歌晚会资料图 除此之外 还有各民族的音乐串手 有蒙古族的歌曲 有藏族的歌曲 还有北吾尔族的歌曲 用新的演艺方式来演唱和表现